这样的表单的话看起来就会比较专业一些些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就是说当我这个表单载入的时候 我多了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按下去这边有男女 也就是说你希望当表单载入的时候 那用下拉的选单会比较方便一点 也避免掉就是说不必要的错误 因为可以让使用者用选的 用选的比较不会错 如果说你要让他自己打性别的话 他有时候应该不就男跟女 不然的话就变性了 最近好像有那个法拉利节的 这个也是什么奇怪的新闻 记者关心的就是他到底是不是变性的 到底是不是呢? 这个不重要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有个性别 也就是说有些选项部分 你可以用下拉式选单 可以避免要使用者去填写的时候才能错误 那比如说姓名假设说你固定就是塞一个的话 你也可以用个清单 让人家让人家去选用选的方式 然后开始计算之前我们来看一下 那怎么样在那个表单载入的时候呢 就放两个一个男女 那特别注意这个地方 首先的话这个完成的画面 我刚刚有跟各位提过 以后你们就是反正回家呢 记得也是打这个网址 有没有?这个OMJW OK 那就进到这个画面 就会是我们这相关的补充资料 那这个有点像是线上版书 因为如果说我要重新再把那个画一遍 给各位看了 也很花时间 那这个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参考这个完成的画面 第二个就是07 你可以找到Q11就是问题11的07 就是第七个 界面设计 就刚刚这个部分 那里面的名称 记得就是看一下红色的字 我发现应该还不是每个同学都有进来 你看这还有什么 就检视9个 如果说每个同学都有进来检视的话 那数字应该就会跳在20来一个 OK 那所以可以从这个地方再来看出 大家有没有找到 有没有进入到上课的状况 如果都没有人看的话 那表示大家